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驻叫你做事 叫你做什么 你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立马就自行 你要电脑 你要多听话 叫他干嘛就干嘛 你们刚出家的人就得这样 都要放下自我 放下自己的知见 完完全前的一交风行 窜息如来的法语 奴隶作诣 然后平常少闲谈 少说话 那么你才有时间奴隶作诣 你一说话就不会奴隶作诣了 因为你一说话基本上都在窜息 非理作诣 是不是这样 做事呢 你要是没有禅修 一做事还是非理作诣 又开始观过失了 生烦恼了 或者是胡思乱想了 你要是打坐 做得好 你去工作 你去为炸洞服务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把坐上的这种奴隶作诣的那个惯性带到生活当中去 然后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尽量的能够少一点非理作诣 能够多一点奴隶作诣 为大众付出的时候 发心的时候 也能够实为法诣的 因为你做事的时候不需要 不要大家扎着嘴 叽叽喳喳 一边闲聊 一边做事 那都不是出家人 出家人应该少说话 做事的时候就一边做事 一边还可以努力作诣的 这样才能够抓紧时间 是吧 抓紧你今生的生命 那珍惜这个生命啊 来用功 无论是出家时间长的还是短的 如果不这样用功的话 你想有快速的进步 那是很难的 修心就是这样的 你们刚出家的人习气还是有时间的那种习气 平常话少一点 少开玩笑 做事的时候就发心做事 那个该说的话要说 他平常呢就少聊天 开玩笑也不能乱开的 少开一点玩笑 因为开玩笑都是窜息非理作诣 是吧 你都窜息我呀 你呀 是吧 这是师父啊 我呀 是吧 就是还是在窜息我之嘛 你能够无我吗 师父可能跟你说话的时候 师父都保持绝躁的 你能保持这种观照 你能做得到吗 师父在谈笑丰生的时候 一样保持觉知 保持观照 你要修行到一定的时候 他都 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 都可以的 做得到的 你就慢慢地修 你没有这个功夫呢 你得多打坐 我们那个时候一做都是 长期一做就四十九天 都是不说话的 四十九天都不说话 然后呢 闭关呢 一闭关都是几个月甚至一年 一年都不说一句话 这样子修行的呀 大家呢 真正的要努力做意 打坐 非常重要 当然你刚刚开始业障深重的人坐那里 不是昏沉 就是妄念 你就要多听法 多发心做事 一定要发心的 你做不做 你就得发心 烦恼深重 你要听话 那夜袭深重 那就要为常住 多陪这个福德之良 多听法 积累这个智慧之良 听法就积累智慧之良了 下课呢 不听法的时候就发心做事 多陪这个福德之良 或者的话 你就坐不住的呀 你坐那里就是浪费时间了 你坐那浪费时间 你还不如听法跟做事呢 两种智慧 福慧两种智慧要多培养 不培的话 你坐不住的 当你坐得住的时候 能够奴里作意的时候 做的呢 基本上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在奴里作意 只有少数的时候在飞里作意 那你就多打住啊 多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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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禅修